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时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的最新消息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最新一轮会谈 原本计划持续到周三 但是在今天已经结束 土耳其外长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从现在开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长预计将在会议后进行周旋 在周二会谈中达成的共同谅解将责到体现 他同时表示 这一场已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战争 必须停止 乌克兰官员首次概述了对被俄罗斯占领领土的潜在让步 提议在十五年内就克里米亚的地位进行谈判 泽伦斯基的助手在周二表示 俄罗斯不再承认的东部地区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伦斯基可以讨论这些地区的未来问题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准备加快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之间可能进行会晤的时间表 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在与乌克兰官员会谈后表示 一旦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协议草案准备就绪 克里姆林宫就准备举行这样的会议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展迹象是 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位副部长表示 俄罗斯把在基辅和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两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将以倍数减少 同时为和谈创造条件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周二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谈判中讨论了潜在的停火问题 子伦斯基的助手表示 两个代表团聚集在多尔马巴赫切工 还讨论了对于乌克兰的国际安全保障问题 当时埃尔多安告诉代表团尽快实现停火和平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 他表示我们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阶段 可以从会谈中获得具体的可执行的成果 佩斯科夫则告诉记者说会谈可能在周三继续进行 但是后来这样的传言被土耳其封面否认 佩斯科夫在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 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是否有出现希望 他补充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丁斯基会让公众尽快知道结果 大约在同一时间 俄罗斯发布了国防部长邵伊古的一段视频 在现场他告诉高级官员 俄罗斯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乌克兰的最初任务 现在将专注于在被称为顿巴斯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占领领土 邵伊古表示总的来说 特别行动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潜力已大大降低 这使得我们可能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实现目标上 这就是解放顿巴斯 据报道最近几周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穿梭的俄罗斯商业大亨阿布 现在也在伊斯坦布尔 在周二的会谈开始之前 他被拍到与埃尔端和土耳其外长交谈 周一有报道表示阿布和几位乌克兰谈判代表可能在本月初被下毒 但是情况不明 受影响的人现已都康复 科米林工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有关于中毒事件的报道是西方国家信息战的一部分 又说这肯定不是真的 佩斯科夫表示阿布并不是俄罗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 但是他从我们这边来到伊斯坦布尔并参与确保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某一些波动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府宣布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普京定于在周二下午通话 预计将侧重于马克龙所说的人道主义行动 他希望开始从遭遇俄罗斯军队袭击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人员疏散 再来说到跟经济方面有关的消息 俄罗斯财政部提出要回购二零二二年四月四日到期的欧洲债券 但是要以卢布支付 克里姆林工方面表示将以票面价值的百分之百回购主权欧洲债券 又说债券持有人应该在三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向国家结算存款处提交申请 回购应被视为俄罗斯已提前还清债务 此前俄罗斯方面已经强调能源必须使用卢布支付 而同时欧洲则对能源之父卢布的想法表示反对 在布鲁塞尔时间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上午 由米歇尔和冯多莱恩主持的欧盟中国线上会议正式开幕 根据欧盟方面所发布的有关日程 他们将首先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会面 然后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再与习近平举行第二场会面 目前有关于讨论的具体项目尚无消息 德国外交部长在今天表示 由于乌克兰战争 德国正在努力实现对俄罗斯石油的适时禁运 根据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德国长期以来依赖来自俄罗斯的化石燃料 总理夏尔兹曾经警告表示 突然停止俄油进口 可能会给德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 但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 尽管如此 德国的目标仍然是完全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 他列举了俄罗斯最近为实现进口多样化所做的努力 并且说只在今年结束对俄罗斯石油和煤炭的使用 在二零二四年中期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使用 他在柏林能源转型对话会议上表示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逐步的事实上的禁运 特别是对石油的禁运 在今天上午白宫发言人正式确认 拜登总统将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导人 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电话会议 稍后我们将为您报道现场的情况 而在俄乌谈判消息的刺激下 美国WTI原油跌破一百美元一桶整数关口 布伦特原油日内跌超百分之六 黄金则破一千九百重要关卡 土耳其外长表示 周二的会谈是现在俄乌谈判中最重要的进展 双方立场已经趋同 同时表达了对于结束战争的期望 芝加哥小麦期货也出现下跌 跌破十美元一普世尔 而CBOT小麦和玉米期货跌势也下身 国际油价不断出现跳水 现金扒货在和谈消息后也出现了大幅回落 现金金银则分别下跌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欧元区货币市场加码欧洲洋行加息 现在计价欧洲洋行在十二月前加息六十七个基点 早些时候的计价幅度则为六十个基点 欧洲股市日内涨幅进一步扩大 美股期货走高 纳指期货涨幅达到百分之零点七 同时欧洲主权债券价格持续回落 德国两年级国债收益率自二零一七年以来首次转为正值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跟中国人事变动有关的消息 新华社在今天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猛辉来担任湖北省委常委书记 英勇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职务 根据公开资料 蒙文辉在广东工作多年二零一一年到福建曾经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等 二零六年他出任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 同年十二月出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 之后到北京出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英勇今年六十五岁 在二零二零年中国出现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他从上海市市长上任被调到当时的疫情重灾区湖北 出任湖北省委书记 另外青海省长信长兴升任省委书记 王建军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 信长兴今年五十九岁曾经在劳动人事部劳动部劳动社会保障部工作 二零零八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 不再保留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公务员局 同年信长兴担任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二零一零年他升任人设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二零一四年兼任国家公务员局长党组书记 信长兴在二零一六年九月调任恩惠省副书记 二零一七年当选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二零二零年七月跨省履先出任青海省委副书记 省政府党组书记八月当选为青海省省长 而同时在宁夏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梁延顺接替陈润儿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梁延顺今年六十岁在党校工作多年 二零一六年调派到甘肃 曾经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 二零一七年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公委副书记 二零一八年国家机务改革将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职责整合 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梁延顺担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副书记 后来改任中宣部副部长 二零二零年出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另外继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 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金湘君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刘强出任济南市委书记 根据联合早报引述分析人士表示 未来三个月包括上海天津在内的省级行政区将召开党代会 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出席下半年召开的二十大代表 预计诸葛宇杰金湘君和刘强将作为代表出席二十大 有望在二十大上入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Росій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взяла цей договір в якому чітко прописані спосіб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для вивчення і для своїх зустрічних пропозицій Безумовно договір про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може бути підписаний тільки після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і відводу всі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 201320豫2022年 我包吵到大選上中新軍警方片 书受到中国的免贡网需要 本来的社会 安全前在15ldyle 休息 Privih 兩üm議題 和制度 的事情 是 通常說 15年 既然 兩üm議題 和制度 行動 為 行動 本事的事,他們沒有任何消息 通過的新聞 大家的訊息 對保護保障害安保障害 保障害 為這兒 在那裡發生的朋友 提議 我來問大會 的消息 在使用的通知名声 有的方式 禁止 有很多地方 禁止 这些方式 禁止 火鍾在全面上不讓人免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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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尤其是最少的 布ı Butedan'dan !!!! 布ı Butedan'dan !!!! 布ı Butedan'dan ıomesk beans! 整理&字幕提供 给我们一起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